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如果你有看我2018最愛彩妝那集單元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第一名給到的粉底就是它 這罐不管是在彩妝版或是各大youtuber都熱推的一款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不管是在持妝度還有妝感上面都近乎完美 我是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挑剔它的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實測的就是 蘭蔻菱粉感持久粉底液 還有蘭蔻菱粉感氣墊粉餅 不誇張 我現在用這罐粉底液已經兩年多了對不對 我每一次用還是會被它驚艷到 身為女人你應該跟我一樣都有很容易變心的感覺 尤其是對底妝 買的第一課我會覺得 哇 怎麼這麼好用 我以前都沒有發現它為什麼會這麼好用 但是過一陣子你會覺得好像不像我想的那麼好用 不管是皮膚習慣它了還是什麼原因 你就會突然覺得這粉底液沒有那麼好用 但是這罐真的不存在這個問題 我兩年用下來每一次用都還是非常的愛它 非常的喜歡它 所以如果你要說我回頭率最高的粉底液就是這罐 所以我們今天的計畫就是 我會帶著你們跟我度過一個日常Jessica的一天 可能出門吃吃飯啊 泡泡行程 然後看看這罐粉底液有沒有我說的這麼厲害 那中間可能兩到三個小時 我會隨時跟你們update一下底妝的狀況 那我們就開始囉 每天在上妝前我一定會確保我有做好保養的工作 因為底妝對我來說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不要覺得前一晚已經有保養過了 那今天就偷懶就不做 因為皮膚在乾燥的時候反而更容易出油脫妝 不管你是乾肌或是油肌都一樣 所以記得做好保養的動作 如果你問我說這罐推薦什麼人使用 我會說所有膚質都適用 我自己是敏感性偏乾混合肌膚 所以就是兩頰乾 然後T字容易出油跟脫妝 那我自己使用下來是覺得它夏天跟冬天都沒問題 完全Hold得住我的膚質 我在擠的時候你可以看出來它粉底流動 你看馬上要滴下來 這罐人的質地流動性非常強 那我平常就是沾一點然後直接點在臉上 其實只要薄薄一層你的血絲跟一些小瑕疵都可以完全蓋住 所以如果你膚況特別好的話不用另外做遮瑕的動作 那我覺得它用量也還蠻省的 我擠這樣一下你看現在還有剩這麼多 然後我習慣是拿沾濕的海綿蛋直接來上妝 可以這樣把它壓開 這款我用這段時間下來我對它的評價 輕薄透氣服貼不卡粉然後不暗沉 加上它的遮瑕率也有重度以上 幾乎是我對粉底液所有的要求它都幫我搭到了 你看我現在上完是不是看起來超級美 臉上那些血絲啊或是瑕疵都完全被磨砂掉的感覺看不見 可是它又同時呈現很薄很透的妝感 所以你根本看不出來有第二層重心在你臉上 現在還有人看得出來我昨天半夜三點才睡嗎 是不是看不出來了 這就是化妝的魅力 然後我知道有些人是習慣使用粉底刷 那粉底刷的話妝感就會跟海綿用起來不一樣 我示範給你們看 這次也是蘭蔻的粉底刷我覺得蠻好用的 所以粉底刷刷出來的感覺是這樣 你可以明顯感覺到跟我們剛剛使用海綿的妝感是不一樣 它粉底用量會更省 然後遮瑕度也會比較高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你可以看你自己習慣什麼 那我是覺得粉底刷遮瑕度真的會比海綿高很多 我現在是還沒有定妝的狀態 我們現在拿一張衛生紙 然後稍微壓一下 完全不會有沾染的問題 你去試穿衣服你也不想要把人家衣服弄髒 可是不小心就會發生這種很囧的狀況 然後或是女生買 有時候想要跟男生撒嬌 但是你不小心在人家衣服上就抹出一痕 人家覺得哇這女的妝感怎麼這麼厚 其實不是那個問題 真的是粉底質地的問題 這款就完全不會有那些尷尬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來看蘭蔻這款 零粉感氣墊粉餅 這款主打的是輕薄持妝 但我用下來會覺得很輕薄有保濕度 但最令我驚艷的是它的遮瑕度 它遮瑕度真的有嚇到我 是非常強那種 所以這款就算你不用粉底也可以單擦 就是每次用這樣一定要少少少少 多層疊加下來的妝感才會美 那它完妝以後呈現的是那種微霧光高級妝感 很漂亮 我們再把這邊也壓好 記得一定要少量 好 有沒有都膨起來了 比剛剛更有立體感跟膨潤感 好像比較年輕 然後幾乎比較健康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整臉都是這種妝效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單擦氣墊試試看 那我用這兩款產品下來我注意到一個很tricky的點 就是它氣墊像我用的是BO03這個色號 然後粉底液用的是O02 但氣墊還是比粉底液100 所以代表說氣墊本身 可能因為跟產品遮瑕度也有關係 會比粉底液100很多 到時候你們如果靠櫃的時候記得要多留意這一點 不要買對應的色號 因為一定會錯 那現在讓我快速的把其他的妝補完 然後我們就出門 我們現在完妝了 今天的妝還蠻有女人為的 自己講 好啦 現在時間是下午1點25 然後我們出門 接下來我大概過兩三個小時 再跟你們匯報一下狀況 See ya 好 我現在來第一次跟大家打卡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15 因為我們剛剛上妝過了兩個 欸 超過兩個半小時 但是我的妝感幾乎沒有變化 你可以看到它還是蠻霧的 甚至連T字的地方都不太有出油跟脫妝的現象 到現在目前為止我都沒有補妝 那你可以看我口紅 剛剛因為吃東西稍微有掉一點 但是臉部的狀況好像跟我出門的時候幾乎沒有變化 我現在還在編輯影片 其實我就是在剪現在這部影片 我把早上拍的段落還有下午的段落都幾乎已經剪進去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等這個片段跟晚上的片段 然後做一個ending 那我覺得現在妝容看起來非常好 我很喜歡現在自然的妝感 還是很服貼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什麼乾紋啊細紋的現象 所以我真的超愛這一罐粉底 還有別人 我不能講話太大聲 但是 嗯 現在時間是晚上七點鐘 所以離我們剛剛又過了兩個多小時 兩個 超過兩個半小時 但是妝感還是很晚 到家了 現在來跟大家做最後一次的update 現在時間是晚上十一點 所以距離我們上妝大概過了快十個小時左右 我覺得對於可能長時間工作上班族 或是要上課再去補習 需要上妝的學生來說 這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時間 現在來看一下妝效 我今天就是挑戰 不管是什麼地方都不補妝 所以我沒有帶任何的補妝產品出門 不管是底妝也好 不管是口紅也好 對 所以這口紅是我從早上到現在 現在也掉的差不多了 我今天就想說管它的 就是從頭到尾都不補 我們現在拉近一點看好了 妝效可能沒有一開始那麼霧面 現在呈現的是比較像光澤奶油肌那種質感 但是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越夜越美麗的那種 像是我平常比較容易脫妝的T字啊 或是鼻翼附近都沒有卡粉 那唯一只有眼下的地方 我注意到稍微有一點小細紋 但是因為我眼下比較乾 然後加上我眼下定妝的粉會比較多 所以有小細紋的時候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其他的部位像T字跟鼻翼都維持得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它一整天下來都沒有暗沉 所以真的是越晚越自然越美麗的那種 好啦 反正它已經產聯我兩年最愛粉第一了 不然還要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我的最愛在掏心掏肺介紹給你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到櫃上試用 因為現在去零櫃體驗還有小禮物可以拿 現在不只有小禮物 如果你到櫃上購買韌兩件 蘭蔻菱粉感超持久粉底液正商品 滿額就可以獲得這個 我剛剛上妝的時候用到這個奶茶刷具組 裡面有粉底刷跟蜜粉刷兩件 這兩個是送不是賣 我覺得超划算 對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錯過 最後希望這部實測影片在某種程度上有幫助到你們 或是燒到你們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initiallyHH colaboruve bronze 紫